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官司上法院索赔只要一分钱 今日说法的影播出就位一分钱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手里拿的是一分钱的钢磅 这种钢磅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不太常见了 因为买不了什么东西派不上大用场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一分钱 在一个小伙子的手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他要用这一分钱既教育别人又维权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平常一分钱目的在于告诫他要综继手法 成性进营 保证以后不犯这种错误 我不能以见利妄议 这就是我真正的目的 能写出这番话的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小伙 叫蔡建州 几年前他从农村来到了陕西宝鸡大工给人开车 小蔡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认真 这次就是要叫个真儿 叫真儿的对象是当地的一家信用社 采访中信用社的负责人满脸无奈 说自己单位的员工 包括自己在内都被小蔡的较真劲 给折磨得快抑郁了 那究竟是什么事让小蔡如此较真呢 按照银行的规定 所有收进来的款项都得人工清点 小蔡的十万块钱 虽然也是从别的银行取出来的打成捆的 但都是十块五块的小面额 一共九千张 堆在柜台上一大堆一张张清点起来 的确很费力 为而问他就是说是 怎么拿这么多全是零钱 当时我很高兴 我就跟他说是 如果你不给我从 我就把这个钱提着我到人行去问一下 这钱是 是不是人行发行的 你们该不该给我从 然后 那个人就是很勉强的就开始收我的钱 小蔡想 自己乐点点给人送钱 人家还不太情愿 心里就开始不痛快了 就在这时 旁边柜台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业务员过来说了一句话 这下彻底把小蔡给惹火了 我的意思就是提醒一下储货 就是下次的时候让他在银行取钱注意点 如果银行全给他取成零币的话 他可以拒绝在银行取成零币 我当时其实真的是抱着这种心理说 但是我会想 这个事情闹这么大 可能是我当时语气不是那么平和 或者是那么有礼貌的给这个储货说 很不高兴 然后就为这个事情 旁边这个人说说我们俩发生争执了 争执了然后就淘在一起了 争执变成了争吵 两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这时小蔡拿出了手机 要给这位营业员拍照取证 说要投诉 然后嘴里已经开始说一些不文明的语言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你说话文明点 然后说了三遍 但是他还是继续拿手机拍我 然后又继续骂我 他当事公主说你 你那么大一个男人要不要脸 在信用社领导的介绍下 争吵总算是平息下来 可小蔡胡家越想越生气 想了一个晚上 想出了一个招 说实话这招有点那个 第二天我就去存钱了 当时我去开了一个户 用了一百块钱开了一个户 然后取出了九十九块九毛九分钱 这时小蔡的存折里就剩一分钱了 接下来他开始存钱 每次就存一分钱 一共存了七次 可每存一次 营业员都要收钱打平条 然后让他核实签字再打印在存折上 就这样循环了七次 整整二十分钟 这一次接待小蔡的营业员 态度平和 服务到位 我想着他的意见就是 一般的储户进去 他搬到储户凶两句 草两句储户 人身撑气了 什么话都不说 走了 加次大不了 我在你这不来就行了 所以说 就是忧于储户这种 不跟他计较 蔓延了他这种趋势 所以说如果我站起来 你储户都是这样站起来 如果你不给我存款 或者说你嫌我骑的是林操 你把我划为三六九的 我用你来讨这个策划 以后你们的工作态度 也又改变了 你在拜这一分钱 拜这野物 你受影响别人拜野物 受罪的话 这是对资源 对储蓄资源的浪费 小蔡觉得 自己是给信用社 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可信用社觉得 您这是在浪费储蓄资源 不过 人家信用社的营业员 可是在心里想 当小蔡的面 可没表达出来 按道理说 这事到这一步 也就该画成句号了 可是 对于双方的 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第三天 小蔡又去信用社了 我也想着 你看 跟前面好像事情都结束了 小蔡说 自己这次来 绝对没有什么旁的意思 的确是来正常办理业务的 给外地的朋友 汇款五十元 可他一进信用社的大门 信用社的营业员 就觉得他来者不善 顿时心情紧张起来 我这些归员啊 你看他今天得有点害怕了 所以说 你看他要挥钱 那个 我二号先还那些归员 就故意他说说 你挥五十块钱的话 应该那个 你用你这子挥 用你这子挥 比便宜一点 你不用这子挥的话 你收挥就要收五十了 汇五十元钱 还要收五十块钱的手续费 有点常识的人 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收费有点不对劲 原来信用社的这名中年营业员 是想了一招退敌之计 像躁躁 把人他 不带着用 吓唬他一行 让他只来而退 其实就是这意思 接待小蔡的中年营业员 本来是想吓唬一下小蔡 小蔡心里虽然有些犯嘀咕 觉得收费有点高 但是还是交了五十块钱的手续费 汇了款 回家之后 小蔡查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说是低于五千元的汇款 收取百分之一的手续费 那么 小蔡汇五十元 只需交五毛钱的手续费 也就是说 信用社多收了他四十九块五 是不是存在 他们存在报复 然后我就想着 这个事情我非讨一个说法 于是小蔡到法院起诉了信用社 要求信用社退还多收的四十九块五毛 并赔偿一分钱的损失 可信用社这边说 蔡先生 您压根不用打官司 我们认错 将近二十次电话都是给他道歉 道歉 给他标识道歉 退还成块 但他都是拒不接受 都是这句话 我们和我们负责人连续到他们待会找他 三次 人家就不理我们 信用社说 他们的负责人和员工多次给小蔡打电话 发短信 上门道歉 可小蔡呢 都不肯接受 而且信用社还把和小蔡争执 以及多收费的两名业务员都进行了罚款处分 但是小蔡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打官司 那我感觉就是你对这个事情可能要超过一般人的这种执着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只是说为了讨一个错法 让违法者付出违法的成本 小蔡说 目前有些银行的服务质量是差强人意的 比如 营业员对小额储户态度不好 再比如 银行的工作效率低 致使客户长期排队 却毫无歉意等等 自己坚持打官司 就是要提醒银行业改善服务质量 而且 从农村进城这几年 小蔡一直在自学法律 打了不少的公益诉讼官司 这个是向工信部反映一个电信公司乱收费的 这个是邮政局不给提供合法的证实税务发票 也判令给提供了 也赔偿各项损失了 这个就是电信公司不给提供通信乡单的 小蔡手上还真有不少类似的官司 每次只要求赔偿一分钱 或者是三块一毛五 他说打这类官司的成本 远远大于自己所赔的钱 目的绝不是为了钱 而是要让自己能够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 2009年11月5日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庇审当中信用社的态度非常的积极 一开始就拿出了多收小蔡的49块5 以及他所赔的一分钱 向当庭进行调解 可小蔡这倔小伙不愿意接受法庭的调解 一定要让法院拿出判决才肯罢休 被告信用社的代理律师认为 小蔡这时才浪费司法资源 他拒绝接受被告的非经历道歉和退举的费用 一再坚持通过诉讼来解决 我认为这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我认为真正的浪费诉讼资源的人不是 是他们 如果他们不违规操作 守法经营 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 整个社会像我这种人多也 这个社会的法制进程会更快一点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当中 小蔡说自己的官司一定会赢 但是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而是要让信用社在参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 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福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真的是很教育我 为这个事情我们单位的领导 还有同事也奔波了很久 为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因为我这一句话影响到了当面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汤文建教授 汤老师这个案子很特殊 在出了这个案子之后 我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 有的人支持 但是也有人反对 您觉得呢 如果我遇到了对方又想要道歉了 又要愿意赔偿了 那么我就肯定是不能去诉讼了 因为诉讼权利虽然是你的 你可以选择调解 也可以选择判决 但是呢 这个诉讼权利呢 要赛意的去行使 是 刑犯率的权利呢 对方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他愿意呢 给你补偿 给你赔偿 给你赔利道歉 是 但是你拒不接受 说我非要进行诉讼 把官司打到底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法律当中呢 就叫做没有诉的必要 刚才您也提出来了 您的看法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记者也专门 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调查 看一下 共有11841位网民 参与了调查 其中92.36%的人 支持蔡建州的做法 认为 他的行为促进了银行 不意识的提高 另外1.33%的人 质疑蔡建州的做法 认为银行已经认错 没必要再进行起诉 最后还有6.33%的人 强烈反对蔡建州的做法 认为 反复存一分钱和起诉 都占有了公共资源 因为 反复存一分钱 别人就要排队 而为此打官司 浪费了本不充裕的司法资源 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都有一种想法 说 为什么不用更简单 和心平气和的方式 来了结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的记者也问到了小蔡 小蔡说 如果变成诉讼 它有助于一个行业的改善 那它做的是一件 很有公益的事情 那么工业诉讼呢 实际上是 它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诉讼 它不是涉及到 某一个个人私利的诉讼 而且呢 工业诉讼呢 它往往啊 具有这个 对于这个法律的发展 完善啊 具有这个推动作用 那么这个版本来看的话呢 它这个工业诉讼的特征 并不明显 嗯 因为它这个 在这个汇款的过程当中 呃 这个银行都收了它的这个 呃 汇费 嗯 那么这个呢 是对他个人来说 是一种损失 对 但是对其他人没有损失 嗯 所以呢 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公益诉讼 嗯 这些年 呃 为了个说法 打的一分钱的那种诉讼 或者小个诉讼是越来越多 嗯 我就特别想要了解一下 说基层法院的法官 他们对这样的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看法 黄法官我想请问一下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案子 呃 那一般的呃 一个案件的话 占用法官的时间 大概工作时间要四到五天时间吧 黄法官 那您作为一个基层法官 您不觉得这样的一个诉讼标的和事实如此简单的一个案子 呃 那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调解的桥子是通过周到的年女化解了纠纷 而判决的判子是用刀子割策一半 那有时候也会两败俱伤的难以收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受惠效果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建议啊 国家里可以呢 确立你这个小额诉讼的程序制度 那么尽量解化一些诉讼程序 那么既方便民众的诉讼 又能快速简便低廉的解决这类小额纠纷案件 您怎么看法官带来的这种这种看法 很多国家呢 他还有一个程序叫小额诉讼程序 就是这个标的额如果说是非常小 比如说一百块钱以下 你怎能是用小额程序 那么小额程序呢 通常来说呢 它是一审中审的 一审就中审 一审中审的不能上诉 而且呢法院做出裁判呢 也是格式化的一个判诀书 就是填上这个裁判的结果 也不要叙说这个裁判理由了 也不要发这个判诀书了 就给你一个格式文书就行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短评快的程序 是一个这个廉价的 快捷的 便民的一种诉讼程序 当然这个案子会给我们目前的法律制度一些提示 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建立小额诉讼的这种诉讼方式 也许这种诉讼方式可以让我们现有的司法资源效率上极大提高 同时呢也有一些话想要和各位交流 我们一方面鼓励公民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方面鼓励公民去打那些有制度建设价值的公益诉讼 另外一方面也提示大家 千万不要去浪费司法资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唐老赛先生讨论 明年我们回事件 接着说吧 再见